一請揭開 公辦獨根申請門檻降低了 以往第一階段就需要90%的住戶 同意獨根 但根據過往經驗非常困難 因此將第一階段門檻降低至75% 讓政府可以提早進場協助 增加市民意願 大家也知道台灣我們在地震帶上面 我們經歷過921地震 最近大家也看到土耳其的地震 所以感受到 其實現在市民朋友 想要的不只是居住的舒適 更強調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想在去年 我也特別提出了相關獨根的策略 當然我想最重要 我們也希望說 怎麼樣能夠加速獨根的速度 所以我們這一次特別提出來 也就是包括找進場 幫市算住玄屋 三個三大加值的創新做法 能夠加速整個都市更新的速度 我們現在幾個程序的步驟裡面 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舉相關整宅的例子 包括性微整宅 舉這個例子 因為去年我也特別到性微整宅去幾次 而且今天也謝謝我們廖主委有錢來現場 特別的關心 所以我想也把這樣的一個訊息 就是要能夠告訴大家 也就是在第一階段 我們現在公辦獨根要先調查住戶的意願 那原本公辦獨根2.0就是就有的這個規定 是必須要意願達到90% 住戶90%有意願 我們才會進到下一階段 也就是下一階段 這個政府還有相關的團隊才會進來 進行相關的評估 財務的試算 建物量體的規劃等等 但因為現在一直卡在第一關 也就很難達到90% 包括舉例性微整宅 已經非常努力了 現在達到百分之將近81 80.93 已經非常不容易 但是你說要再到90% 真的就很困難 而且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問題 今天特別提出來 在第一階段 我們希望意願門檻降到75% 那這有什麼好處 大家會講 那當然可以很快的到下一階段 到下一階段 市政府我們就會結合 民間的專業技術團隊 進行相關的財務試算 建物量體的規劃 還有包括召開說明會等等 讓原本可能還在觀望 或並不清楚整個都更程序的住戶 他可以很清楚了解相關的數據 同時他也很信任政府 已經及早的進場 也會提高原本觀望住戶 他加入公辦都更的意願 這個計畫有三個亮點 首先也是回應市長的政策 降能檻 我們降低受理的意願到75% 提早進行規劃更新 第二擴亮能 市府跟住都中心聯手之外 我們更加入民間技術團隊 一起進場合作 加強協助的力道 擴大服務的量能 那再來我們都知道 推動都更共識是非常關鍵的事情 這樣的共識必須奠記在 資訊透明的基礎之上 市府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會協助試算 協助選屋 讓居民能夠了解自身的權益之後 再表達更新的意願 7599計畫有四個申請條件 來向各位做報告 首先第一個 按照都更條例的規定 公辦都更必須位於公化更新地區 所以我們7599的基地 必須位於公化更新地區的範圍內 第二個 考量基地開發的最是規模 所以我們的面積 必須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 第三 我們為了協助台北市更多的老屋 來進行更新 調降了公辦都更的門檻 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權人數 或者是合法建物的戶數 意願達75% 那最後這個計畫 我們優先來協助 沒有跟潛在實施者簽訂 同意書或協議書的地區 後續的實施方式 我們會由台北駐都中心 進場擔任實施者 以權力變換的方式辦理 那後續我們會對外 徵求出資人進場協助 7599專案計畫 只要達到都更法條規定的申請條件 歡迎民眾在8月31號前 儘速申請 誰可以來申請公辦都更 首先是位於都市更新地區 面積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 那麼社區的意願呢 整合達到75% 沒有跟潛在的實施者簽訂契約書 或是同意書或是協議書 就可以來申請 在市長上任之後 便只是我們如何來加速協助 我們公辦都更的這個進行 所以我們把第一階段的意願 降低到75% 只要達到75% 我們必進就可以進到第二階段 好第二階段是方式算 在這個階段裡面呢 我們的專業的團隊 就會協助來進行方案的評估 包括整個建築物的規劃 建築物能夠蓋多高 住戶能夠分得多少的樓梯板面積 這些都會讓住戶來先知道 那在第二階段的意願調查 如果達到90%以上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入到第三階段 這個時候我們的住戶中心 就會直接進駐 包括模擬更新後的房型跟權力價值 讓民眾來選屋 那麼民眾可以針對自己喜歡的房型 還有區位位置 以及我選屋之後 我需要進行的找補的金額 有一個全盤的概念 7599由台北市政府 以及住都中心 還有我們委託的民間專業者 共同來推進都市更新 那麼都市更新台北隊 我們準備好了 如果民眾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免費申請15人的法令諮詢說明會 那麼我們的諮詢電話是27815696 分機7599 分機7599 請聯絡我 蔣萬安說北市有近八成的建物 是屋齡超過30年的老屋 更新腳步刻不容緩 希望透過政策升級 結合市府團隊 北市住都中心及民間專業團隊 加速北市都市更新腳步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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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